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回到硬派90秒的時間 學長常常在上課的時候 聽到學員們很多感嘆 也是很煩惱 他是說 學長你怎麼都喝得到那麼多的風味 我都喝不到怎麼辦呢 是不是我的舌頭不行 我是木舌嗎 那我們要如何在日常生活中 增加我們對風味的敏感度呢 那就是認真吃東西 以及多多的嘗試不同的食物 這個概念聽起來很簡單 但其實要做到是很難的 那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因為大家吃飯的時候 都很喜歡拿電視配飯 滑手機 跟朋友高談擴論 或是拍照打卡 這些事情都很容易讓你分心 沒辦法讓你專心的吃東西 那你吃進什麼東西都沒有感覺 這樣對於你建立風味資料庫 是有傷害的 那學長建議大家 平常吃飯的時候 可以花個幾分鐘 可能三分鐘五分鐘 把今天吃的午餐 晚餐 各個菜都認真的吃一輪 譬如說今天吃沙茶牛肉 就吃吃看 沙茶有沒有鹹味 有沒有鮮味 牛肉有沒有甜味 有沒有加蔥薑蒜 有沒有加辣椒 吃水果的時候 你認真吃 果肉是什麼味道 果皮是什麼味道 靠近果盒的部分 又是什麼樣的味道 喝飲料的時候 你認真喝 牛奶哪一家口感比較厚實 哪一家喝起來感覺比較新鮮 哪一家感覺起來比較不天然 那綜合果實裡面可能 加了什麼樣的水果 以上呢 其實都不用花你太多的時間 可能就是你飲食的第一口 稍微花個30秒 稍微想一下 如果你覺得有趣的 就把它記住 認認真吃飯 兩三個月 你的味覺 一定會比以前更加明銳 好 那第二點呢 就是增加你的飲食資料庫 因為平常都會有自己的飲食偏好 也就是說某些食物呢 你可能不愛吃 或是有些食物呢 你就是很少會去購買 那這類食物的風味呢 就永遠不會進入到你的資料庫中 當然就沒有辨別的能力啦 因此 學長也鼓勵大家 因此學長也鼓勵大家 三不五時呢 可以買一些平常比較少吃的東西 試試它的風味 例如說 可能有一些品種改良的水果 例如說鳳梨世家 你平常如果沒有吃過 你可以買來嘗試一下 那記住了以後呢 分析咖啡的能力 當然就增加了齁 以上兩種訓練方式呢 其實都不會太複雜 都是一種生活習慣 那分享給各位 對於風味的評鑑呢 是急不得的 我們需要有良好的生活習慣 以及下意識的去重視我們的 品鑑經驗 我們才能真真正正的把風味學好 那這就是今天硬派90秒全部內容 歡迎各位留言 如果各位覺得有趣的話呢 也可以訂閱或分享 學長YouTube的頻道 我們還有更多精彩的內容 期待著各位齁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見 掰掰